大家好,我是最蓝,今天继续给大家制作这个国战的视频 我们今天呢是先看一局鼠格的诸葛亮啊,成像 其中选战框里面五个鼠啊 那么诸葛和庞统的搭配应该是比较不错 诸葛亮的一个关心 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控场能力和过牌能力 那么庞统的话 他的一个主要是涅槃 能够给诸葛亮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 有更多的发挥的时间去做事情 是比较不错的 来看一下棋手,棋手黄盖周瑜 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开始打起来啊 直接盲居这个夏家 然后一顿苦肉 就是一通揍啊 九雷杀 这边拿桃 继续给这个夏家打无懈啊 看来是比较针对夏家 这边夏家呢还好是比较会猜 猜完之后发现啊 直接苦死了 这个就是传送中的打一波再说啊 终于孙上香这边看到了一个男性角色 赶紧睡一下 可以看到黄盖第一轮呢 所有的输出都打到了孙上香头上 也是非常的尴尬 这一下我就不救了 吕蒙和香香这种武将死了就死了 对吧 好 上家表了一个飞位啊 到我的回合 我不准备晾将 但是我先看一看这个人 结果看到这边是个张疗 那就不得了 那必须晾将了 反正把这个人铁手连环起来啊 就说明厂上有三个位 然后呢 这边孟霍放出来 两个蜀国加一个暗将啊 三个位肯定是最多的 所以还是要去控制一下 张疗这边 张疗这边和张和 组成魏国的双偷啊 双子星 也是直接是把我桃子拿走 这一下的话 我们进入一个相对逆风局 还好这个时候放出来 发现了一个刘扇啊 有刘扇 刘扇这边放权给我 我就可以减 开始这个关心了 关心这里是可以拿一张 负一马甲顺有牵羊的 然后下一轮接着关心 有远交进攻 还有无懈可击冰凉寸段 给他一张杀 控他的杀 然后冰凉他 好下家呢 用属性杀去压制邓爱 魏国发现是一个三打三的局面 所以选择优先去把这个 能够打输出的貂蝉打走 那如果他们先去打貂蝉呢 输出的就不能打到蜀国身上了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这轮如果貂蝉死了 对吧 现在他们邓爱也残废了 这个外界启发 虽然说帮他们打走了貂蝉 但是把邓爱也打残疾了 好这里可以拿一张 雷杀加一张南蛮啊 就是如果打不死 我们就 再这个放南蛮收走 对吧 然后如果打死了 我们可以摸顺友牵羊 去顺点尾的手牌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南蛮入侵打出去 然后给寻狱打无懈啊 把自己打空城 避免寻狱这边可以杀我 然后现在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二位二了 二位二就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局了 刘善只要放全祝国亮啊 祝国亮的一个能力是比他们要强很多的 然后我们就优先把点尾击杀 击杀点尾之后 再去啊 这里关心讲一下 呃 这里我们关心看到了一张闪电牌 闪电牌可以留下 然后把一张黑桃6放进去 然后下一次关心的时候 把这个黑桃6就当做判定牌 去给张聊啊 去给张聊 好 这就是我们之前存好的这个黑桃6 然后现在的话就可以 对 挂起来 然后垫一下 因为这边张来有突袭 所以我就不准备留桃子了 这边的话是选择去杀群玉刀 过一下牌啊 刚才那个闪电的细节 大家注意一下 就提前把闪电牌 放在自己这个牌堆里面 然后这样利用流善这个双关 放权的一个轮次呢 可以把这张牌 作为下一次的判定牌 判定到点尾的身上 而不用再去找判定牌 直接杀啊 杀一刀 强袭啊 这边数国走了 那就剩下一个 我一个人打两个 虽然说表面上他们人多 但是我们这个过牌比较厉害 是吧 直接三下 三下找好牌 看一眼他的手牌是什么 手牌是闪 那就可以放弃大胆杀走啊 到最后过牌 如果是逃 我们可能没法去打全域这一下 要不然会特别亏 只能找其他的机会 好 两张火杀挂斧子啊 直接带走 可以看到诸葛亮的一个个人能力 是非常强的 这是第一局啊 关心大家可以仔细想想啊 细节方面还是处理的非常不错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局 这局的第一局的我们的这个 蜀国的话 其实像比较像是正面的啊 明打实实打实的 你你你摊开打我也摊开打 大家是一个正面交锋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按着打按着打这个国家的打法 一号二号没有动作到三号也没有什么动作 我们呢选择把闪弃掉啊 留一张桃园 因为前期的时候呢哈 除了袁绍会放比较多比较多的万剑启发的话 呃万剑这张牌因为排队只有一张所以呢 闪的需要并不是那么大 南蛮的话放的频率会比较高 而且有很多这种吸南蛮的技能 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多留点这个杀 一旦掉起的话 我们是可以选择开桃园的 这是前期的一个流牌思路 啊上上下是把自己起了一个神装 月鹰忍不住了 火攻啊 找到了国家 国家闪一下 这边是离点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南蛮入侵比较偏多啊 这边巨像拿过来 月鹰配助容这个技能是比较搭配的 乐了一下 那离点这轮排序不太好 呃如果杀死的话 你就乐乐就可以乐别人 所以乐应该是最后出啊 知己知彼 上家啊 看了一下二号 上家现在都非常低调 和我的风格十分之搭配啊 还好这轮有乐不思索 不然的话月鹰出来这轮呃的一个爆发是非常高的 可能我也会遭这个驰鱼之殃啊 好飞鼠去打助容 没问题 标错了飞鼠 这边表了一个飞位 场上呢 这个时候我不关心国家也不关心助容 我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补刀啊 把杀丢了啊 不既不杀国家也不杀朱容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补刀的话 一个是会引来 呃隐藏的这个蜀国和卫国的一个仇恨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四号这位玩家 四号这位玩家啊 已经默默的起了一个神装 而且从头到尾没有什么动作 就跟我的一个风格有点类似对吧 就说如果他是我们队友那是好事 如果不是队友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了 孙权孙上香忍不住了 要来收一波人头 好直接带走啊 结果发现是一个队友非常尴尬 还好有消极的技能 不会再回坏变成零牌 拆一下我们准备去打走国家啊 因为牌比较多啊 如果没打死 打死就拉倒 没打死我们就贴个乐啊 找到了一个司马懿 这轮国家呢又回血了 还是比较尴尬 不过他选择先去把这个暗 就是顺势行动的一个飞位打死 结果发现是一个旁统啊 还好没打我 国家一轮回来之后回到满血 现在剩下的一个暗将就只有四号了 场上呢是双卫 然后呢一个鼠和一个无 那么理论上就是 大家一起打卫国的一个节奏啊 先桃源 但是我呢桃源之后呢 还是把自己回到满血之后先不动 因为我手里的牌实在是少 而且我现在比较担心四号 他是一个深海虚报大规啊 然后我们当时在直播的时候 这么给大家讲的时候 就是说啊 现在比较怕四号 然后呢大家也非常有趣说 四号其实也是这么想我的啊 有四号的玩家可能也在想 哎呀我得防着点这个五号 就防着点我自己 四号前面是表过一个飞位 过一下牌 那他们选择去先把这个魏延给击杀了 我是现在去杀吴 这个时候我去杀吴的原因是 我担心四号是吴国 那么他前面表过这个飞位 也表过飞鼠 那么他就是有两个可能 要么是群雄 要么是吴国 对吧 如果他是吴国 我这个时候去打他 可能孙上香的状态 就会养得比较好 如果他是群雄 我就更不应该是打他 对吧 如果是 所以说这就是我选择不打暗 而去打这个吴的原因 因为现在我只担心 这个暗将是吴 既然担心暗将是吴 我觉得没有人的组合 应该吴国的组合里面 没有人比孙上香 孙权这个组合更厉害了 所以我想去打孙权 好 这边表了飞舞 那么我们基本确定他是群雄 确定是群雄之后 下一轮我们就可以亮出吕布了 结果我们两个人防了半天 发现自己是队友 亮出吕布 带上这个四号让他亮将 我们好给他开马腾 这轮亮将直接打孙权 吴双亮起来 打走孙权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二打一了 这边孙上香为了存活 是吧 无耻的跟我睡了一下 好 冠师傅九杀 进入二打一 这样的话司马懿也是知道 自己肯定赢不了了 然后投降了 这局和上一局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可以看到这个场上的时候 当所有人都名将打的时候 可能我们这种就是比较有耐心 能够猥琐下去的人就会占有优势 同时判断到底要不要控暗将呢 是要判断他的国籍 那么如果你判断他有可能不是自己人的话 可能打暗将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去把他你觉得可能是 敌人的一个国家给打掉 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那么本期这个两则国战视频 就给大家放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是最蓝 我们下期国战视频再见 再见